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遊戲是日本一的全新作品 《命運聯動》 這款遊戲發售的平台有PS4跟Switch 這支影片的畫面將會是以Switch的版本為主 其實我在電玩店的時候蠻好奇的詢問了一下電玩店老闆 這款遊戲是不是又是最近流行的復刻版 一聽到它是全新的作品想都沒想太多 就把它直接帶回家了 這是一款標準回合至RPG的遊戲 不過剛進入遊戲會有點被它騙到 因為它的畫面編排跟對話狀態 跟戀愛冒險遊戲相似度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遊戲剛開始就會有非常多的對話 那我一度懷疑該不會是看錯網路上的訊息了 遊戲的故事剛開始時間是設定在1999年的最後一天 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2000年的遷徙蟲事件 當初在1999年年底真的是用電腦的人都有點人心惶惶 就怕自己家裡的破舊小電腦會進入當機葛屁的狀態 甚至是經農業的電腦主機掛光光 爸爸媽媽的錢錢都會消失個盪然無存 光聽新聞在講真的是全明星惶惶 不過遊戲的設定不是遷徙蟲事件 而是改成了時間暫停事件 就在跨年倒數聲中迎向2000年的時間暫停狀態 除了部分人馬可以繼續活動以外 所而有的人們都進入時間暫停的狀態 不過在這邊呢 能動的當然就是屬於有主角光環的角色群 不只在時間暫停的世界人動 連我們控制的主角都能從毫無戰力的小朋友變成羞勇善戰的戰士 不過別看我這樣講 其實整體來說是走一個非常可愛的風格 不管在畫面還是道具角色等等的呈現 都讓人感受不到過度暴力及血腥的存在 命運連動這款遊戲依照目前玩到第四章的進度看來 其實會一直不斷循序漸進的給我們一些教學模式 另外在Loading的時候也會不時有好用的資訊會出現 在等待讀取的同時 不妨看看這些小秘訣教學 整體玩起來難度不會讓人覺得需要強烈思考 依照初期玩起來的感覺也不會有騷腦的現象出現 在任務的部分基本上與NPC對話完畢之後 右上角的小地圖都會出現相對應的指引 只要參照小地圖的方向走去 就可以讓劇情不斷邁進 而且這個地圖還可以放大縮小 如果覺得太礙眼想要先關起來也是可以的 路上的野怪是採取名雷御敵的方式 跟去年的寶可夢、皮卡丘或伊布款一樣 當我們在地圖上走動時 是可以看到怪物在前方走動 連右上方的地圖也會以紅點來表示他們 想要練功的話就可以一直去挑戰他們 想要趕路跑劇情的話也可以繞過怪的視野 在避免被怪物看到的狀況之下 快速的往下一個任務點進行下一段任務 與怪物的戰鬥當中呢 不知道是前期的怪比較遜 或是遊戲的難度真的比較低一點 基本上我們在遊戲剛開始預設的初始裝備下 怪物打我們的扣血量佔比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再加上我們打怪會取得一些補血道具 主角血力本身還有治癒技能 要讓自己的角色掛掉還真的是不容易的一個任務 喔對了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 網路上我有看到其他玩家的分享文 我們隊伍中的機器人艾薩克非常重要 只要他掛掉的話呢 遊戲就會直接game over 沒有復活他的機會 千萬千萬要注意 戰鬥中也是相當注重敏捷這項技能 因為我觀察他戰鬥的順序排列 其實不是一回合一回合的戰鬥 而是誰敏捷夠快誰就先攻擊 除了先攻擊還可以再度攻擊 等於我們的角色攻擊對方兩次 對方可能只能攻擊一次 當然每次的攻擊也要注意屬性抗性的部分 他們會影響到攻擊力的大小 也有可能會是整場戰鬥的勝負關鍵之一 遊戲中還有另外兩個可以改變的部分 第一個是機器人艾薩克 他可以改變型態 有多種型態可以使用 每種型態都有不同風格的戰鬥方式 要提高防禦或注重攻擊 或是要當成補師的狀態使用 都是非常ok的 另一個就是女主角擁有換裝的紙娃娃系統 這個部分就需要收集水梨豬這種道具 用相對應的數量交換服裝來變裝一下 但這個部分我是還沒有換到 所以還不知道換完裝之後會不會有能力上的差異 但至少用眼睛看起來 就會很有不一樣的視覺感受 依照目前玩到現在的進度看來 這款命運聯動的遊戲 在劇情方面吃重比例是比較高一點的 在遊戲中會有相當多的對話跟觸發事件出現 雖然沒有語音的搭配 但是單據故事性來說算是比較豐富一點 而且劇情是走得比較可愛 又比較天馬行空一點 連吹風機運斗都給人一種 Made in美少女戰士的感覺 呃等等忘了說 這個運斗還會跟我們對話 因為它就是我們要買服裝得去找的NPC啦 還不只這樣 遊戲目前打到的怪物 有的是果汁機 有的是電視機 也都是走一個生活家電你能化的方式登場 不過也因為整款遊戲來說 比較強調劇情的豐富程度 所以在戰鬥的部分會稍微簡單一點 難度跟複雜程度呢 都是屬於大家都比較可以接受的狀態 像我這種菜鳥玩家玩起來 也比較不會有卡關的問題出現 搭配畫面、音樂跟整體遊戲的介面看來 是可以輕鬆體驗故事的一款小品遊戲 喜歡類似遊戲的玩家們 也可以關注相關消息 來決定是否入手來體驗一下 好啦 那麼今天遊戲的部分 就先體驗到這邊囉 好的看完這些遊戲畫面 不知道心裡面有些什麼想法 其實我在錄製現在這段影片之前 又把遊戲的進度前進到了第五章 整體來說 前進到第五章給我的感覺 算是更加天馬星空一點的 沒關係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它的封面好了 首先是這款命運連動的遊戲 它的整體畫風算是相當的可愛 就據剛才的遊戲畫面 裡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它有支援到版體中文版 而且是全年齡沒有限制 都可以玩 背面的部分呢 它有一些遊戲的畫面 在所有的模式之下 它的遊戲人數都是自己一個人玩 然後它也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主機儲存的記憶體呢 至少需要6MB以上 這6MB不是6GB 大家別聽錯 只要有內建的空間 基本上這款遊戲就是OK就可以玩了 那麼裡面的部分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除了一個有圖案的封底以外 再來就是一片卡架在這邊而已 那這片卡架的版本呢 是牙板的 再來呢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走到第五章的進度 順便把這段劇情 簡單的分享在後面這裡 跟我自己的一個小新的 那我們現在再度回到遊戲畫面吧 好現在雖然說已經玩到第五章的部分了 但其實整個劇情的安排呢 還是有很多東西沒有出現 像是該出現的男主角 他還沒有出現 這個男主角是誰呢 應該就是在剛開始出現在電視電影裡面的那個角色 跟我們的女主角雪莉有著一面之圓 就是在事件發生的當時 他有跟我們的雪莉講了一句話 回家之後待在家裡面一玩就好 一玩之後呢一切就會恢復原狀 這件事情呢 其實女主角雪莉並沒有把它聽進去 甚至呢也沒有轉告自己的媽媽 所以才會跑出來看煙火 遇上了現在的事件 不過也因為這樣子的劇情安排 才會有這款遊戲的出現 所以這整個就是一個遊戲中劇情的鋪陳而已 當然在男主角還沒出現這狀況之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機器人 艾薩克他本身有多種模式可以來做選擇 其實玩到第五章這個功能也是還沒有開啟的 也就是說呢其實到了現在第五章 不管是劇情來說還沒有一個完整化 把所有的人物給湊出來呢 還有很多的教學應該也還是會陸續來出現 畢竟在這款遊戲以目前玩到現在來講 有很多地方他都是只要出現新的功能 或者是新的人物他就會再出現一個教學的頁面 來去告訴我們要如何使用這些新功能 甚至操控這些新角色跟新角色出現的來龍去脈 這些呢在遊戲當中算是都還蠻注重的一個部分 另外就是玩到這邊呢其實在體驗劇情的狀況之下 真心覺得他的劇情非常非常的天馬行空 又帶一點科幻的感覺 如果說自己有去玩這款命運連動的遊戲的話 相信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依照我這支影片的狀況呢 基本上我還是不要去透露他的太多劇情的細節給大家 只能說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天馬行空 而且所有裡面遇到的角色呢 他們其實都會有一些命運的羈絆 用不同的方式呢把它們給串點在一起 所有的關係都會慢慢的在遊戲當中漸漸的明朗化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在體驗遊戲的劇情當中 一個滿有趣的經驗跟過程 就很像在玩即時戰略遊戲解除那種戰爭迷霧的感覺 把整塊地圖的迷霧給打開呢 事情呢就會慢慢的明朗 所以呢這個部分就留給大家自己來去體驗看看啦 好那不知道看完這些劇情呢 大家的心裡面有些什麼樣的心得喔 其實呢這款遊戲整款來說啦 我覺得算是還蠻輕鬆的 但因為在第一段的遊戲影片當中 我有講到它的遊戲難度沒有那麼高 這一點呢我可能在打BOSS的這個地方 要稍微收一點點 但是只有收一點點而已 畢竟呢這個打BOSS它有難度高了一點 可是也沒有到難成那樣 還是可以接受的狀態 所以呢如果說想要來試試看這樣子的RPG遊戲的話 去體驗看看它這個天馬行空的故事的話呢 也可以自己來入手玩玩看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Loka 我們下次見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